右边也需要再补一手开团去衔接控制 改太坦也挺不错的 反正能先手就行 而且他要需要有一个人能够去带圣进场 所以可能他觉得比如说 我这个圣先给落大招 然后我落再去开你的人 比如圣继续补控制 这样的话控制链能够衔接起来 最怕的就是你又发现圣推了线之后 直接去支援自己的队友 还能TP回来收线 那种情况是最糟糕的 所以这场上路 这位阿宾一定要处理好 好 也感谢咱们LPL粉丝的云加油环节 这场苏宁对阵Machi的 也是各自在小组赛的首回合交流中的最后一场 究竟是谁能够带着2-1的战绩 挺进小组赛的次回合 就看双方这场比赛表现 本场BO1是由谷谷 95级和王多多为你带来的直播评说 这一局战个痛快 上校直接全程看好苏宁 这局比赛其实在赛前苏宁战队的公布的海报中 我们可以看到苏宁战队的决心 他们当时是用了一个填字游戏 作为赛前的海报 这把给的曲线没什么问题 毕竟三核嘛 对 这真打到后期就看谁核多 贾克斯如果发育好的话也是最关键的一核 看一下基石符文 Mission这里确实如我们所料是选择戴上奥数灰星 直接就跟Angelo打一个对线 是一开始是暴女是往中间标了两标二中一 直接压制了一下Mission的血线 这一场Sofen是选择戴的征服者 打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战斗啊 双方的一级团都没有选择入侵 各自在下半区开 这把两边的打野还是要稍微往上路刷 看一下上路的对局的 就Sofen这里不会让阿兵太难受 反观狗熊这里要找机会 看一下能不能抓一部阿兵 下路直接上线排掉一颗眼 因为你早期如果不太针对到贾格斯的话 贾格斯一旦他等级高起来 他只要身上留一个眼睛 就可以很轻松地去应对到你的干客 对 一上来就看到双方的上单对拼得非常的凶猛 征服者这里直接打出来 但是对方同样带的是不灭之卧嘛 所以赖线的人也很强 是 这波对抗中甚至应该是摸到了两个不灭之卧 所以双方的血线是比较接近的 是 但贾格斯一个兵就到二了 这波线是可以推进去的 Angelo这里到达二级之后 没有能够推到 现在的话是由沙皇这里给推回来 两边打野都是各自刷到自己的上半局 拿下冷buff之后 看一下双方打野的一个动向 现在贾格斯是比较的 把肾压在塔下的 位置是比较靠前 并且这波兵线暂时是送不进去 这线有点尴尬 这个线是送不进去的 所以说沙皇这里要赶紧过来看一下 Marchi这里刷到上路已经来找机会了 贾格斯双方有眼有跳的 反击封方这里已经开过了 有点危险 这波嘲讽 一个嘲讽接闪现 旁边杰明大师跟闪现 由狗熊拍到这个一线 这波我一开始看阿兵鸭的这么凶 是有跟Sofun沟通 刷了野之后来上半区 反对一下的 这波线没有处理好 然后对面狗熊刚来的时候 自己把E给交了 就没有任何逃生空间了 而且当时Sofun的暴女力的 还有点远的 那这波必须是TP过来 强行再把这波线给送进去 这波他是没有选择交闪现的 而Marchi这里上也是 全部把闪现给交掉 狗熊的第一波闪现 确实也是做到事情 我们刚才在 这个英雄出来之后 就有提到的 接下来在没有闪现的情况下 应该要稍微等一段时间 才能找机会了 是 但前期能够击杀一下贾格斯 并且把他第一个TP给打出来 对于右边Marchi来说 已经是完全可以接受了 下落一个对线 属于也比较军事的情况下 因为韩冰配上洛的话 他的一个线上的压制能力 没有配其他英雄那么强 但Sofun这把舒服 双合线 我因为狗熊毕竟早期做事了 而且小地图显示 狗熊又过去了 又来了 这波阿兵上是有闪现的 绕了一圈视野 这波是避开了贾格斯的 确保你没有遮掌守卫 有没有警觉 肾已经往前去走了 跳眼睫 有反击风暴的 应该没他的问题 是 这肯定抓不了 反肾还要打你一套 看一下兵线情况 那这段时间的话 可以沟通一下Sofun 直接入侵对方的下半区 因为我们下路双人组 也是推线的 上路看了一眼 刚才那个兵线还行 红四方是朝这边去推的 贾格斯至少不用再 处于这么尴尬的位置了 虽然说大野离开 但还是凶你一套 贾格斯反击风暴在CD的 哇 这一套换鞋有点灰啊 这可能被跃了 主要小兵也比较多 而且这波线推进来之后 看Gemini这里是往上半就靠的 新的拉没TPK 这波保不了 对 看反击风暴的时机 是啊 看一下这波阿兵怎么操作 反击风暴 看一下能不能去挡一下狗中这个推 没有看出来 那这波直接被洛雷给收了 哇 这贾格斯很崩 这波是直接吃到了 对面的嘲讽 再把上路得掉线一会儿了 是 这三波线没吃到 很伤 因为本身上一波 已经是交TP上线了 还是自己不小心啊 就是在狗熊已经走过之后 贾格斯反击风暴CD的时候 其实因为当时 咱们也讲过 红四方的兵线 已经在朝蓝四方推了 如果贾格斯不这么贪 可以在塔下 稍微再待这么一会儿 线也就过来了 但是最关键的还是 兵线进来之前不该跟对面换血的 对 如果满血 对 满血在塔下是绝对不会被跃的 因为你跟对面换血是要保证 知道自己队友在身边的一个情况嘛 刚才他去跟对方上单换血的过程当中 是非常清楚 缩粉再跟对面换下野区的 那么就知道 杰米亚一定在自己上半区 是 不够严谨 一般换血就是自家打野要来干坎 才会上去主动换血 是 主要也是吃到剩的嘲讽 而自己是没有反击风暴的 反击风暴是用作 提防杰米亚那波的熊拍了 看成洛 找到这波 有灯达停歇了 瞬间一波单吃 而洛 赶到战场 一个圣达登场没抬起来 关键手 安州也是站了出来 交出闪现之后 拿了一波单杀 这个单杀是很提振士气的 而且我们看到 他的补刀是压制了对手 十几刀的 这波应该是 卡雷波生六的死线剑 上落 因为暴女是在上半区 所以武器大师继续是 把兵线回推 现在小龙已经刷新了 双方上带都是没有TP的 但是圣是领先一个大招 所以打起来的话 对面会瞬间多一个人 是要去考虑到的 这个确实是一定要考虑到的 刚才咱们也讲了嘛 就是L票本身拿圣拿的少 圣体系玩的比较少 现在苏宁不太好 在下半区做事前 因为自驾AD是一个女神之类的 看一下中路这波 推到直接大招加跳 超远距离的推了已经是 极限距离 圣现在是直接是一个 紫宇灵之拳 在线上 这个耗线能力是比较强的 换血有点换不太过了 上带再捶一套 但是小兵都在攻击啊 兵这里吃到了小兵的围攻 换血又亏了 毕竟圣带的是不灭之窝 跟一个不灭之窝的人这样换血 其实是比较难受的 而且这波我们看到 明星中路推了线之后 也是往河道去靠 面对有圣的自动 现在最怕的情况出现了 就推不了圣的线 那这样的话一会儿 圣直接支援 自己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可以去换到足够多的塔皮 是 就圣一波线推完之后支援 回来还能吃到线 对 对圣来说太舒服了 但是这一场 Sofen整体来说 因为自己在认真的刷野嘛 所以刷野树上还是领先的 下路这里一界 直接逼出了换风闪现 赶紧吃两杯卡布奇诺 巴德赶紧又给倒了一杯 早期Marchi的 尤其是在上半区的节奏 是做得挺好的 圣岩领先了很多刀 现在Marchi的中上两路 都是推线的 下午先锋也刷新了 现在对于苏尼来说 最好的还是打上半区 因为打下路的话 对面圣可以支援 再加上EZ其实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 女神之类不在身上 作战力还是比较弱 依靠着Andrea中路的优势 其实这个峡谷先锋 3v3倒是还有一定的机会 是 Gemner这里直接选择来动了 而Mission推了线之后 也在往靠 Sofen这里扎到 瞄准沙皇 来沙皇 这大招直接推空了 身上是有闪现的 慌了慌了 但这波Sofen也处理得很好 就是干扰了一下狗熊 去打击他下午前锋 这个其实是已经缓解了 上半区的劣势的 万一这波是被狗熊 控下下午前锋的 甲克斯日子更不好过呀 帮忙推波线 卡一下 麻吉现在要 真要是想动作小龙的话 其实Sofen是没什么办法的 因为他本身 他下路也在压线嘛 对 而且寒冰的大招快转好了 这个时间段 我们看到幻风 当时身上的蓝量 应该也不是特别多 且只有一颗女神类的情况下 想要争这个 小龙有点困难 但是上路阿斌这里 又被击杀了两次 想要去动 下午先锋也有点困难 现在就要提防一下 对方两个地图资源 都能拿到 是 现在麻吉 前期的野球的节奏 还是占优的 狗熊 想要跃塔呀 这个位置 大招直接开 直接扑空了 八倒一个大招 是空到了 但是幻风的状态 已经很残烈 布鲁斯收到这颗人头之后 圣也落下来 阿斌来的时候 瞧了一下 这个推 推到了 拿下人头之后 再一发能量倾泻 带走布鲁斯人头 这波阿斌下来 收到了一波双杀 哎呦 好起来了呀 这个贾克斯拿个双杀太香了 这波麻吉的月塔 感觉有点尴尬 狗熊大招交得有点随意了 而且我觉得 收到他那个精神 惊得很 那个巴德这个大招 是吧 再挑一波 而且这波直接让 幻风TP到上路去 整个的节奏又好起来了 顺势再入侵一波 对方野区 那这波打完 前期的烈士全都回来了 找阿斌好起来了 下午先锋刷了 接下来可以找 金贵拿的 因为本身咱们担心的就是 圣前期去推贾克斯的线 然后一个大招去支援 打一个多打扫 是吧 但是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收到的 首先在塔下 金柱那个人很关键 其次就是贾克斯落地 再收获两个人头 直接让麻吉的第一波 围绕下路动手 宣告失败 看一下这波月塔 狗熊大招是空了 也没有选择在大塔那边 发现杀掉了幻风 但是后续落下了贾克斯 配合赶怪的Andrea 是可以收割的 对 这波正好是Andrea 支援到下半区 但是Mission是选择回程的 所以在正面 Mission根本赶不过来 本身狗熊最舒服 哎 看看这波 收到他走到脸上 还好开一个煽动走掉 因为现在小五先锋刷了 麻吉特别想要空下 是把双人路也换到上路来 但这一波PK是领先一个TP的 而冰这里没有 所以想要来动这个狭五先锋 感觉有点困难 看苏宁的选择是放掉了 是 苏宁这只能可以放 因为EZ现在也没有两件套嘛 再当贾克斯本来也是一个需要发育的英雄 只不过要小心 接下来他们利用狭五先锋直接逼上塔 能放的话就放 不要再被越塔 因为这时候慎的他的这个功能性 已经完全体现出来了 是吧 当慎取得一些线上的小优之后 他永远是会领先你一手支援的 对 不过B1上一波是拿了两颗人头 这一波破败补出来之后 对线就舒服很多了 对 没压力了 那慎出这个巨人九头车 作战力也是很强啊 看这个峡谷前锋 红色黄是不是要直接要给 上路塔这个血量是撞一头直接可以掉的 而Marchi没有选择在这个时间段放 可能想要凭借寒冰这里 直接2v2对线压一下 因为毕竟EZ现在做的能力还有点弱的 是 哇 这个圣利用这个救援九头车的建设效果 一直在消耗甲骨色的血线 这个嘲讽桌 同时开了反击风暴 赵刀自家中断在往下赶 这波圣是想要换波血弹杀并不上当 嗯 你这赶一上来肯定有炸 上路继续推进 那至少单人线基本上双方是稳住了 看下一条小龙吧 还有一顿半的时间刷新 我觉得 甚至下条小龙苏尼要是位置视野做不好的话 第一时间没有占到这些优势的话 其实可以把龙放掉的 这两小龙EZ两件套绝对做不出来 嗯 下一波的话就不一样了 而且这一波正好寒冰也是有大剑的嘛 又有大招 我觉得配合起来小龙茉的团战还是MASH这里更强 是 这场比赛前期SOFT没有做太多的事情 一直是在提升一下自己的在野区的经济上的领先 现在已经领先了一级了 这波上来硬锤 直接交TP了 但自己的队友都不在呀 看一下 先交自己的闪现 直接被锤回来 排起反击风暴 再一跳 后续MISSION还在继续风筝 最后还是由杀鞭文公给戳死了 虽然说这个征服者吸了很多血 但是还是没办法撑住啊 毕竟对面三个人啊 冰小操作的心很强烈 那直接顺势的下路去放下午先锋了 想要把下路塔给逼掉了之后再转小龙 Angel一个人 看一下能不能够守住 哎 MASH这里很稳 撞一头就走 毕竟辛达拉有大招 而MISSION的状态不好 那说实话这个下午先锋 作用其实没有利用上嘛 所以上路刚才有镀层的时候 他们没有放 选择放在了下半区 也没有把塔给带掉 他刚好放这个时间挺诡异的 14分钟出头 他把这个先锋给放了 但这条小龙 苏你好像能空下来啊 意外之喜 意外之喜 MASH在下路放了下午先锋之后 直接选择了回城 主要也不知道对面的人在哪里 没事也对 不敢动 咱们看苏宁的视野大部分是其中在上半区 那这样的话苏宁把中路的线一清 阿兵可能要回去守上路了 甲克斯是过来了 想跟暴女看看能不能再尝试一波这个小龙 半区去上 苏宁这里直接选择来动小龙 打的速度是蛮快的 而Ruse这里也没有放剑来看视野 是知道对方的动向的 但是苏宁这里已经把龙给拿下了 上路这里想要留PK 还在粘 看这个Q 现在直接开启挡一下 拔的大招也扣住 预判了一发的大招 没有能够打到还差一下Q技能 拿下这颗人头 后面Bruce是背部交了一个TP来保这个线 两个人是直接从上路我的一塔直到你的一塔 诶 那你只有一个人 好的 这个Q技能不能命中啊 命中的话感觉可以尝试现在越打了 是 阿兵这里 觉得自己现在还没有发育起来 所以只能是等黄吉把这波线推过来 不能去蹲这个黄吉 对 现在他不用着急了 因为本身苏宁能够拿到这条龙就 完全可以接受了在这个时间段 这条龙就是意外之血 本来Maji应该打的 对 结果Maji自己吻了 那这样的话 幻风还在上路发育了好长一段时间 因为前面他们是换线的 让他又发育了一段非常舒服的时候 我们再看 这是两个人追了一路不停地减速 因为是没有闪现的PK这波 想要走位 但是却无能为力 巴德最后一个Q技能很关键 辅助了最后一点伤害 现在整体上面来说反而是苏宁这里经济领先 也是吃到比较多的肚层 他的前面17分钟 经济还是领先的那苏宁这里也很舒服 而且现在巴德有一手干锅 其实也不太怕 Maji突然去找一波节奏了 包括幻风把自己的两件套给做了出来 干锅这件装备是非常可汗兵的 就你大我队友可以解 你大我的话其实解的实际把握好 也是干锅能给自己解的 对 稍微留一点提前量就好 对的 全场的一个经济 Ruse这里是全场最高 但是幻风也紧跟其后 现在双方的节奏是暂时是比较僵的 因为就像腿哥一开始分析的 其实双方这个阵容拖到后期也都有一战之力 尤其是现在在单人线方面还是难减难分 没有形成一个天平上的倾斜 但是其实可以注意一下 Sofen这一场他的一个刷野术 已经是遥遥领先于Gemner了 Gemner 夸张 跟上死间线的一个刷野术 等级上面也是一直领先的 Maji选择了一波抱团推中 也是因为看到Angelo在上路露头的原因 是 这个时候要稍微晓得点心 因为巴德不在旁边是保不了队友的 Angelo直接怼脸 一个推推到了一个辅助 瞬间 秒掉了 直到前线秒掉了 自己交一波闪现 还没一键偏掉 狗熊一个大招 不到Angelo的脸上 Angelo似乎不太好走了 不是肾都比较稳当的 交了一个大招下来 拿到了400块钱的赏金啊 那这波一换一 其实对苏尼来说可以接受 下路的贾格斯可以带掉一个一塔 嗯 因为把肾给赶跑了嘛 对的 而中路的话推了线之后 可以先把狭舞先锋处的视野做一下 不过这个狭舞先锋快没了 大龙还有一分多的时间就刷新了 而对Marchi来说 肾的这波大招是想去跟队友打一波更激烈的团战 但是苏尼没给你机会 只是打了一个一换一 甚至被迫徒步过去去找贾格斯了 Gemner这里过来想要配合上中单 干扰一下Sofen打龙 闪现一推 直接把Sofen给推回来 Sofen像是有闪现的 这个位置能走吗 Sofen也来了 先精神保一手 等一下队友的支援嘛 但是队友不在身后呀 看一下这个下路就抢到了 后续落的一个进场 是控到了Sofen的实体 时间没有人可以跟上伤害 这波苏尼是成功地逃脱之后 还想进行一波反打 精准弹幕直接刮起 没有能够刮到 还想继续留人 实际上是有兵权的 刘不太住了 在侧翼的Sofen 是找到一只 落后自己两级的狗熊 有机会 但是又落下来给他一个步顿 这一标是没有能够标到 但是最后还是成功地收下 再闪现躲掉一发 盛大登场之后 PK也来到正面 能跳走吗 能跳走吗 他在这里插一下 走了 我的天哪 这个Sofen在对方野区 如同自家后院 来起散播 是 而且这一波的进攻 还让自己中下两条路 都带掉了对方的塔 中塔也快掉了 可以 成功的两路塔 全部拔除 而且这个先锋也是苏宁的呀 主要Sofen第一时间 在峡谷先锋处那里 被Sofen推出来了 就是让闪现捏得很稳 没有选择交 不慌不忙 是 留下来闪现这波立功了 自己没死 还杀了对面一个 还能跳走 这是真的是操作了 就是这里 身上有闪的 丝毫不慌 因为看到Mission身上 是没有蓝的 而狗熊也没有伤害 所以知道对方 伤害不足以击杀自己 Sofen表示 我虽然说前期没有做事 但是我暴力复发为 你当我Hello Kitty 对 这一波落得进场 你会发现 Mission没有任何作战能力 已经是完全空蓝的状态了 跟不上去 我们看Sofen这波 这征服着暴女 真的是印证了 苏宁早期的那波 苏宁Must Conquer 而这波看看 又是苏宁甲格斯反击风暴 直接晕两个 巴德后面给上控制 但是没有能晕住两个人 PK 这波是一个嘲讽走掉 但是巴德又是一个金光流利症 流利住两个人 甲格斯再次一个反击风暴 但是跳展只能去跳一下队友 把PK给打残 这波苏宁缺乏了一个后续流人的手段 对 因为在特意想要过来 给团控的Android的 一技能是空掉了 不过这波把对面逼退了之后 中路直接放狭舞先锋 中路的现在一带 可以顺势逼近一下 但是下路怎么回事 所以推 推过来Solar2 Solar2这里已经阵亡了 Solar2这里应该是想要留人 但是被对面反倒留了 但中路是可以顺势 把二塔给拔掉 那在20分钟这个时间断 正好是苏宁阵容 开始尝试的时候 拔除掉对方的中路二塔 是 金姐领下了3000多的 对 接下来团战苏宁会越来越好打 就因为EZ的装备已经成型 甲格斯装备也会越来越好 是 三项已经有了两项 在侧翼的狗熊 想过来看一下 直接被换风打了一套 是 狗熊这一场虽然肥 但他毕竟是打野位 这场是补的更多的是坦克装嘛 毕竟是一只狗熊 对 对于后排也没有特别大的威胁的 是 所以对于Machi来说 他其实关键还是要看 他们这个双C的发育 对 而这一场的话 Machi也是选择掀出纳石这一套的话 要往后拖了他们 是 哎 看看这波 又是红四方想去亮TPA 这次还是去逮这个招费 被五个人吃到了 这波是被交了 对 这波 这边太足了 正好是有大龙的时候 看一下 大家会不会逼手大龙 Machi这里 有韩冰加上沙皇 他们打龙速度其实挺快的 他还想再蹲一个 好 现在先动 这波要看看 辛达拉和贾克斯的这个发挥了 Machi两个先手技能都是在追递的 Bade看这个大招的位置怎么样 让换锋先poke一下在远方 把这个大招 直接控住了对方三个人 Angelo来了手上传了球的 这个球直接推到对方两个人 Gaminer这里直接要扑对方的换锋 但换锋这里交通直接闪现 之后Angelo就被留住了 Angelo应该是要先倒了 而在侧翼 换锋交出自己大招之后 是成功射下对方的人头 换锋的操作了 看意思 这条QG等 贾克斯一个跳战 直接秒掉了黄金 再次一个破败减速 反击风暴 看看还没下一个跳战 还在追 还能追吗 这次是被减速了 这波蓝色方 其实苏妮可以反动这个大龙 看一下 因为暴鱼已经从家里出来了 这波大龙可以反动 对 大龙有了 Machi中上也是全部阵亡 而且过的时间比较久的 现在把视野一排了之后 苏妮可以直接来动这条大龙 可以可以 这波主要 Machi的下路 两个人都是没有大招的 想要靠狗熊大招留人 太难了 对 搜到的大招也开得好 正好是等来了 Angelo 接后续的控制 这两个人还想过来 寒冰有大招 这过来不是错吗 看了一眼算了 可以 稳稳拿下 在23分钟的时候 拿下这一条大龙 现在的经济差是5000块钱 看一下能不能够扩大更多的经济 刚才就是在野区 虽然说成功了接他的骚粉 但在骚粉身上 也是浪费了很多技能 而且我们看 稍大的关键时候 这个大招 所有人都挤在这个龙坑里 一个大招 直接进入了大龙 加三个人 因为他如果不交这个大的话 其实Angelo离得有点远的 怕对面直接Rush掉 对 而幻风这一波的操作 也是先躲掉了狗熊的大招之后 再拉位置 输出打足了 所有人因为都集火了Angelo 然后没有人去管到这个幻风 幻风在后面 直接输出拉满 虚弱也特别的重要 让Mission根本没有办法 可以打出输出来 这样拿到大龙buff的情况下 苏宁在有甲克斯的时候 可以完美地实行 自己的单代计划了 是 而且二斌这里也很稳 知道自己这个边路 很容易被对面抓 要等队友过来一起推 中路线带过去之后 再推下路 会给对面机会 宝女这一标也很精准啊 直接打中了Bruce 上下出来了 给了个发而开 两路 分推一下 大招 先清一下兵 把这个小炮车送进去 其他人的话 在下路摩二坦 因为EZ还是比较灵活的 现在宿宁就不急 慢慢利用兵线 大龙buff的加持的小兵直推 等小龙刷新就可以了 把下半区的野区给战死 这一波的话 就是圣以及洛 还有沙皇都是有闪现的 要小心他们的直接开团 下路这里先对PK动手 但这一标没有能够标到 继续磨 Angel身上女妖被打掉了 要稍微小心一下 对面寒冰的剑 是 对于Mashi来说 他们现在其实也就是 主要是防守在高地 外塔对于他们来说 终究是要放掉的 苏宁打得很稳 没有着急 大龙buff都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消失 如果有一有闪 在中路点塔也不慌 对 这个时候苏宁的阵型不是很好 被分割成了两块 但是反手一推不错 扣到了后排两个人 导致贾克斯 一开始是没有性命之忧 而且他身上也有闪现 不着急 是 那这一波的话 是把Gemner的大招 Gemner的闪现 以及Bruce的大招 全部逼出来了 贾克斯天赋力 应该点了传说韧性的 解控速度很快 对 下一条龙要刷新 下一条龙是Mashi的第三条龙 可以利用一下 自己现在兵线的优势 成功的控下 现在苏宁就不急 慢慢推你线 吃你野区经济 中路的防御台 就一丝血了 先等稍贩 慢慢地把这条水龙给控下来 Gemner在野区 有一手蹲服 交换了一下阿滨的血线 阿滨的脸不怕你 哎呦 甚至跳脸了 一锤二 但旁边有一手Bruce 要小心点 韩斌这个时候 得亏他没有大招 他有大招的话 这一键直接招呼在 贾克斯脸上了 但甚至个大招浪费了呀 哎 这个大招控到了Mission 看一下这个球 直接推到了 这三个人 但伤害不太好 跟不着急 先把上路线清理一下 是 贾克斯还在带 对手的最后一座外塔 三向破败 水晶鞋的贾克斯 而他的队友们 现在已经还在 磨这个水晶 马尔吉是想要找机会开的 想尝试去开 但毕竟是一个洛 一旦被poke两下 自己的血量就不好了 现在对于苏尼来说 只要慢慢推就行了 别给对面下路 开到的机会 这波幻风的水晶 世代是用过了 要稍微小心一点 这波狗熊熊熊一拍 换掉了幻风的水晶 他们想要开 不然的话 两条路都会被磨 看在特意这里开 先避住Angelo闪现 洛伊吉开起这些大招之后 发现位置不太好 大招也交掉 下部双方组同时交大 没有能够留住苏尼 OK 那开团手段 其实对手已经没有了 是的 那感觉掉两路了呀 甚至打得好 可以一波 上路兵线是没有的 那得等一下 哇 幻风真的很赶 稳头起见 回了回了 OK 回家补一波 回家补一波 这段时间 Margie因为 把所有的兵力 全部集中在中路防守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他边路线也是亏的 包括野区也吃不到资源 整体上面来说 苏宁继续要利用兵线 去牵着住Margie 控下一条的大龙 这一场还是比较稳的 主要就是小心第一波的开场 苏宁现在就是 推线吃你野区 对 针到后面 我三个合你呢 而且现在已经是领先了 有这个八千多块钱了呀 就是寒冰跟陆 这两个技能 如果能够规避掉的话 团战就完全可以打 嗯 幻风这个位置是被看见的 直接粘上来打你一套 哇 好凶 吃我一招 现在中路有超级冰 中路线带过去之后 上下两条路 再做一个分推 本场阿宾跟PK的一个实时数据 大家也可以通过互动观赛系统 多多地去了解到 差了一个大剑了 是 三千五的经济差了 这场比赛 其实咱们回过头来看啊 贾克斯那波TP在下面 拿两个头 真的是很影响到 这场比赛的一个局势 对苏宁来说相当相当关键 是 对面那波给机会了 对 贾克斯一波肥 现在不急 就进行一个131的分推 贾克斯这个时候 已经带着下路的兵线 威胁到了 马吉的下路防御塔 感觉马吉只能 期待一手 沙皇奇迹团了 就飘进来 推个 闪现推个三四个 就他们三个 三个大招 四个大招嘛 五个 可以说是五个 能够开一波 比较完美的控制combo 是 而马吉他们这个阵容 在前期可以利用 像圣平反的去抓边 但是打到这个时间点 就缺乏能够处理 单代线的英雄了 所以面对上苏宁这里 三条路的分带 你会发现 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办法 是 你这边想要开的话 其实巴德有干锅 也不怕你开 苏宁现在就是 安州要小心一点 因为毕竟身上没有闪现 一旦这个女妖被破盾之后 要稍微小心 现在大龙刷新来了 想要找换工的机会 而且有剩大招下来了 好 这个闪现过后 剩大招是被打断了 应该是贾克斯的一手反击风暴 将剩的大招打断 通知一个精神 看下精神的一个mission 这波洛直接想开心 拿了反手去推球 推得非常不错 贾克斯在后面 直接稍微干扰一下 红瓷芳几个人的一个走位 被迫是交了一手TP 到了太阳圆盘之下 这个像是从南京飞到了上海 有点近了 那这波直接把PK的TP 给逼出来了 然后让贾克斯继续在下路 带苏宁直接去动那条龙 只要不死就可以 看一下这里跳一个眼 带一键直接射中了 这个位置感觉有点难走 反击风暴 反击风暴 不如说这个位置 你还可以看我 一个ADC 但是发现自己的伤害 有点不太过 也是有输出的 对 找这个反击风暴没有晕到 然后剩这个见证的位置 很刁钻 嗯 在AD的脚下 这里再一推 没问题 推到了一手Gymni 但是也后续也留不下了 那这波因为贾克斯阵亡 导致这波大拢也不太好去动 这场主要还是Bin死了好几次嘛 就装备没有特别的肥 而Bruce这场 其实发育还挺不错的 四剑套在手了 Bin复活之后 TP应该还差一点 看一下马蹄这一波 会不会率先 站一下小龙区的视野 嗯 小龙还有20秒的时间刷新 中路这个高地 应该时间也快复活了 不过苏宁想要以大龙换小龙 我先给大龙压力 然后如果你想去动 这第三条小龙的话 这大龙你就危险了 因为第三条龙 也不是特别的急嘛 啊 蓝色视频 你看到狗熊龙位置了 这波看一下苏宁要不要Rub 哇 马蹄甚至他想黄姬 想一个人去solo这条小龙 想了有点多吧 必须要过来的 但Sofen现在是一个半写的状态 赶紧给自己拿一口 黄姬还是在solo的 还在solo 所以这里不知道黄姬的位置 我觉得可以先把中路线带一下 因为中路还有超级兵的 先把中线带过去 刮一下怎么能够抢到 哇 差一点点 大概就60多点血吧 那一下 中路线带着超级兵 直接推进之后 再去动这个龙 把野去师爷做一下 现在焕风直接一脸上 你会发现这个狗熊 根本就扛不住一切的伤害 而且肯定要先消耗他的打野了 打野本身跟Sofen 就已经差了三个等级 三个等级其实在后期就150点惩戒伤害 上一波贾克斯被抓之后 马吉拿到了自己的听牌龙 感觉有隐患了呀 因为是条水龙 对于苏宁这种poke型的阵容来说 会比较的头疼一些 打到后面 毕竟黄姬现在也有三件套了 打得错过还行还行 好像是可以拿下的狗熊根本过不来 新德拉看黄珠了 下一波布鲁斯身上是有秒表的 苏宁要注意一下 这一剑看一下射射的蛇蛇 射到了一个八股狗熊 蛇蛇这会有点危险呀 但是直接被推住了 可以交闪走掉没问题 哎呦嘲讽住了 上海的新德拉 新德拉能不能走掉 没问题也交闪下去 上大灯场再一谈 RB这波输出能不能拉满 EZ之间一波WQ 看看还能不能进去的输出 在下面桑芬已经提防到了他们的Bruce EZ拿到四个人头 夸抓Q的EZ 直接要带领队友 终结掉这场比赛了 这个EZ 十万天兵男足党 三千侯府败称臣 苏宁啊 要以2比1挺进小组赛的第二轮了 而且在上一轮G2 落败TeamLiquid之后 现在苏宁也是来到小组第一的一个位置 是跟G2平分了 平分2比1 对 哇恭喜苏宁 这场比赛其实在早期 我们一度是为苏宁的节奏 还是有一些担忧的啊 对但是下路对面那波月塔 感觉都好起来了 是一开始阿斌在上路是遭到了狗熊的 两波的绕后干客针对 当时我们会觉得 当时贾克斯至少炸的有三波线 嗯 哇当时还是一度是很紧张的啊